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沈梦成的一个经历说明了一切 当时沈梦成说他曾经进去过男厕所 进去一看全是男生 吓得沈梦成动得不敢动 而旁边的男生看见一位女生进来 直接就懵了 场面可谓是十分的尴尬了 不过好在是沈梦成就跟没看见一样 很暂定的走进友门的一间 不得不说这样大大咧咧的沈梦成也是蛮可爱的 就这种女汉子的性格 估计也就多量大的杜海涛能够接受吧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